白色傷害男子開車來到巷子裡 氣沖沖的在對方車上夾了一張紙條 之後還不肯走 正在門口匕首畫腳 要無所出來說清楚講明白 來拍照啦 拍... 來拍照 你趕快抓出來 你趕快抓出來啦 這件男子不斷的大呼小叫 不要罵不啞字眼 最後竟然還動手砸車 一連敲了好幾下 事發在新北市三重 20號上50點多 停放在門口的轎車 上到好幾個地方都有明顯凹陷的痕跡 讓巫主氣的到派出所報案 當時李姓男子來到被害人住處 夾了一張紙 留下了自己的電話 跟憲民說要討大約10萬元的債務 不過一言不合就和對方起了口角 原來雙方曾經是鄰居 成型被害人表示 而且跟他有10萬元會錢的債務糾紛 不過早就已經還清了 對方雖然十幾年前就搬走 但還是三分兩次來搗亂 警方表示李姓男子涉嫌毀損 恐嚇取材 目前正全力查棄他到案說明 但明明是來逃債的 不僅恐嚇對方還砸車 卻把自己的行為PO到網路上 還傻傻的留下自己的聯絡方式 讓警方迅速掌握他的身份 TVB的新聞連月名聲稱為嘉宇曼新北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news頻道 要開啟小鈴鐺哦 還有還有下載TVBS新聞手機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